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个画面可能会引起一部分人的不适 之前文字说过啊 北京的蟑螂比较小啊 德国小莲啊 应该是吧 我也是在网上这么看的人 具体没怎么研究 如果不准确 大家见谅啊 先拿信息息 因为他这个 这半截不知道叫什么 肚子还是叫什么啊 这个一息蓝腰就断了 因为要拿镊子夹的话 肯定当场就碎在里面 先吸出来 蟑螂的下半截 先出来 之前 北京的话 冬天比较多 现在天热了 这是前一段时间啊 这个天热到这个季节就相对少一点 原来那种老住那种老的居民楼的时候 经常有晚上出蹦这种蟑螂的 有我们拿镊子一夹的话 蟑螂顺着我们的镊子就跑出来的 多的是啊 这种小的这种蟑螂啊 顺着二道进去以后 他转不过失的 第二仙啊 蟑螂是被分次取出来的 蟑螂的生存能力之强啊 就网上看过这个介绍啊 什么泡水里啊 泡什么酒精啊 然后断头啊 等等的这些 还能存活非常长的时间啊 所以说泡水或者是油对蟑螂来讲毫无压力啊 可能会反而让他搞得他更不舒服 在里头来回扑腾 就我的原则就是 如果有问题尽快上医院 别自个儿下岗 因为万一你的这个杆上有鼓膜窗孔啊 你点水点油啊 更麻烦 当然你要是说实在上不了医院 而且又知道自己骨膜是完整的情况下啊 这个点点水 点水其实就可以了 没有点油 我觉得没多大意见 揪着他的小膀子啊 小翅膀 还跑啊 现在这蟑螂已经都 这是他的第三截了啊 脑袋这截可能 上半截啊 反正我们是看的比较多了 这他 对他来之前点了油了 在耳朵里的 所以说这个镜头老是油滋滋的啊 你镜头一伸去就是蹭到油了 一会儿还要伸进去看看啊 有没有 残渣余孽 之前 遇到过一个几年前 前年吧 当时 一个蟑螂 处理过啊 在别的医院处理过 但就是医生用肉眼操作的 结果剩了几条腿 蟑螂隔头比较大 处理的时候也是零碎的拿出来 结果剩了几条腿再来 后来重新来看的 好 再进去看看啊 这个瓦尔道呢 有些轻度的抓伤的痕迹啊 就有一些挠的这个血印 然后这小腿 他对耳朵的损伤也就仅仅如此了 也就是这样啊 瓦尔道的皮肤啊 包括瓦尔道的骨膜呀 有点轻度的这种表皮擦伤 也就仅仅是这样 不会有太大的危险啊 所以不用害怕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结束 我们正式的周一再见 拜拜